是的伙伴们刚才看到我传到群里的那个视频 这一段呢是也是我们PT的会员 然后呢转的是USDT到我们的这个 就是新的β版这个钱包里面咱们看到的 所以这个绝对是不可能做假的 但是呢凡是我都是喜欢我自己去验证一下 我觉得不管别人怎么样说 我要自己求证一下我才能够放心 所以呢我自己也去试了一下 因为这个USDT呢 有很多人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试了 我就不再试了 我是转了0.79个以太坊 到我的这个就新版的这个 plus token这个钱包里面去的 然后呢大家能够看到 因为这个数据没有同步 我没有办法得到他这个以太坊的地址 所以呢我是把这个钱包呢 导到了我的这个 mtoken这个钱包的地址里面去 那通过私钥呢 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plus token 这个新版的钱包 把这个以太坊的钱包 导到我咱们token里面去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钱包已经是去中心化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钱包 它是一个仿的一个假的 仅仅是为了钓鱼 或者是为了圈钱 我觉得它需要有这样的技术吗 如果它有了这样的技术 它还需要去做假吗 咱们到现在为止 整个币圈真正的去中心化钱包有多少个 大概都能数得过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技术实力 它还需要做假吗 我真的无法说服我自己 这是一个假的 所以呢我自己就是把它导过来之后 我用这个mtoken里面导过来的这个钱包地址 然后我在火币转了0.79个这个以太坊过去 大家看了 它呢要扣到扣掉0.05个以太坊的手续费 最后到账是0.74个以太坊 在官网之前 我就是把咱们这个plus token钱包 那个时候不就是有冷钱包吗 我就把咱们的那个比特币的那个冷钱包 已经导到mtoken钱包上了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确实是去中心化的 但那个时候我们是这个钱包分中心化和去中心化 但是现在显然已经不是了 那个时候以太坊还不能导 那么现在以太坊也可以导到去中心化的钱包上 包括前面的伙伴呢 也把USDT导过去了 那么从技术上能够看出来 技术方这段时间一直没有闲着 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能够把这个USDT像以太坊这些 全部都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去中心化钱包互通 大家想想这个技术是不是在现在也是很领先的 我不知道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钱包 是一个假钱包 或者仅仅是为了做这个 做一点这个赚一点钱 缺点钱 或者是骗大家的信息 要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 从官网至今 我一直非常坚信plus token的钱包 它一定会再回来的 这个来源于在官网之前 我们就对它各种业态做过一个充分的了解 因为我不是简简单单的 就是做这个项目只是为了赚一点钱 然后不去了解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的 钱来自于哪里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已经在研究整个钱包的生态 尤其对它的那个支付系统 我特别的感兴趣 那个时候有一些朋友去我的店里 我给好多人都展示过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有这样的二维码 你就可以在不同国家的法币之间和数字货币之间 可以实现秒兑换秒支付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整个plus钱包非常的有信心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它虽然就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关了 那我们都知道它不是主动关的这个钱包 是因为外来的因素才导致的它突然的关掉 那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也一直在跟踪各方面的消息 那对PT钱包回来的坚定 相信也是来自于这么长时间 我对各方面信息 我都会努力的想办法去找到源头 而且我自己一定是亲自去验证过了 我才会去说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让我对我自己非常有信心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分析判断出来的 不是人云亦云的 是我对每一件事情 我自己都去验证过 我觉得不能自我欺骗 我不能骗我自己对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非常的有信心 而且当我们综合了很多信息之后 你会发现从逻辑上 你就没有办法解释 PT他不回来 他会走路 他会跑路 而且很多事情是目前可能我没有办法 把我得到的各方面信息全部都公开 但是也更加坚定了 让我知道这个Plus Token钱包 它和Deciple的这种合作是可能是非常可能存在的 而且也是因为这个才让PT钱包有可能再回来 因为在国内咱们有点常识的都知道 PT钱包它是有造学功能的 它是一个本来就是在国际上很多国家 不单纯是国内的 它在国外都是合法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奖金制度在国内某些方面是压线的 但是如果说不是因为和Deciple合作的话 没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Plus钱包再回来 或者说再在国内重新开始推广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那和YC弄成这样 大家心里也都知道 为什么每一次YC那边有点消息 我们都会胆战心惊呢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都明白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这个案件到现在一直就是一头雾髓 我们都搞不清到底是什么 这里面的话我也不想多说 因为很多真的是也不方便说出来 即使是我有一些知道我也不能都讲 但是我只是想说的就是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么长时间了 这么多人都在追 都在找真相 可是它确实是不简单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逻辑 这里面有对国情的了解 有个人过去的这种积累和经验 还有你个人的认知 那么得到同样的信息 每个人的因为你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最后得出的结论 也肯定是不同的 但是我觉得已经走到了今天 到了现在 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 然后呢 PT的这个钱包 它的这个测试的 Beta版这个时候出来 我觉得也恰恰能和这个时间点 能够对得上 大家记不记得 在上个月的时候 当时那个 DESIF的农行内测版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人相信 而且就在前 这个测试版 我们发现的前三四天 咱们央行办公室主任 在这个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 仍然说 我们的DESIF 还在按原计划进行 就是没有任何消息泄露 但突然之间就发现 已经开始已经有了这种 这个测试的计划 无论在苏州 包括后来在熊 在熊安地区 如果我们认真去看 在熊安地区的测试 你会发现 步子已经卖得非常大了 而且我们在这个 它的这个进度上 有一个时间表 特别有意思 我认真看了看 他说对苏州的这个 交通补贴 他要求是在四月份 就把这个四大行的 就用四大行发工资的 这些体业 这些单位 要把钱包全部都装好 然后四大行以外的 要在五月份 把这个钱包全部都装好 我一直认为 这就是一个时间点 我可能只是私下里 跟我关系很近 很要好的人说过 那我在群里是不太敢讲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 现在讲的每一个时间点 都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带节奏 让大家可能过于兴奋 然后兴奋之后呢 如果到时候没有开 又会备受打击 所以我只是跟一些 就是我觉得它心理承受能力还不错 关系也非常好 能说得上来的 我曾经讲过 我个人认为 PT钱包如果出来的话 它应该是在五月份 APP应该出来 那整个钱包打开 这是我个人的预测 我没有事 不是因为任何的信息 只是我自己根据形式的判断 我觉得它不应该迟于七月份 这可能是我第一次 这样公开的对大家说 但是我就是通过各方面的分析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不能 只站在一个钱包来看待 这个Plus Token 你要放开眼界 看看国内国外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 所以我认为这个钱包 它的回来和打开 包括Design 它不是孤立的存在的 它是一盘很大的棋 那每一个步骤 都是在按计划的 一步一步的棋子在落下来 可是也会因为 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 也会产生这个 它原来步骤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疫情 大家都知道 改变了太多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纳入到 考虑范围之内的 我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 它要等到下半年 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它怎么可能拖到下半年 这种机会稍纵即逝 所以我认为 最晚的话 应该是在七月底之前 我觉得它应该也能出来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那这中间如果没有出来 有没有可能呢 那除非是它基础上 或者有一些特殊情况不允许 我觉得从PT钱包 咱们今天看到的 然后呢 包括Design 它逐渐的落地情况开始 落地情况来看 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 很快就可以进入这个各种生态 可以让我们开始在日常生活中 有这个 在某一些方面开始逐渐的用 因为它肯定是要逐渐的落地 是有一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 原来我跟大家说 就像猎人似的 我们没有 我们不知道猎物在哪里 但是你可以看到踪迹 这一个一个的踪迹 一个一个的脚印 你可以把它都结合起来 各方面的这种信息综合起来 我觉得应该会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今天谁说这个钱包 说今天这个贝塔版 这个钱包仍然是 就说是假的的话 我觉得真的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相信的 我们大家都可以亲自去试一试 你自己去下载一下 然后你转点去和你的这个MToken钱包 你把它这个关联上之后 你捣一捣看一看 是不是确实是这种 就是可以这个 就像其他会员测试的那样 我认为这不可能是假的 虽然这可能并不能代表的 真正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 真的是脚步越来越近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满怀希望 不要再怀疑 过去我们的很多分析 还看不到这个真正的影子 仅仅是因为对形式的判断 然后对过去钱包的信任 和技术的一些监控 来得出的判断 可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 plus token钱包的影子了 真的是已经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 就是说更放心的 更开心的去等待 因为现在真的是 离我们越来越近 希望越来越大了 它一定会回来的 不管别人曾经怎么样 耻笑我们 像B圈良心发了一个 什么样的文章 这两天又笑话我们 其实那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看 我们怎么样能够笑到最后 看谁笑到最后 看谁笑得最好 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可以 大家就这几天安心的睡觉 然后呢 不要因为这个事继续发酵了 耐心的等待就可以 好类似的